品川说冷静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品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本场对抗FQQ又又又遇见了顶尖的职业选手 我们看看双方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M俗称花果山 出身在地图左边 来左上角是蓝色的人走IDFQQ大Q神 他的对手刚好出身他的内力面 红色的波斯族艾迪雷比 来自于韩国的顶尖亡灵 目前在亡灵选手中应该是排名前三的一个存在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FQQ 又又遇见了一个顶尖的职业选手 看这一局FQQ能否打得漂亮 首先看看双方的英雄选择 那雷比呢又是选择恐惧魔王 这个英雄所发那讲究的就是开矿了 这张地图如果矿看开起来 后面的游戏体验会非常的不错 甚至还可以开开导矿 好我们看看FQQ的开局 又是一个火枪配圣骑士的一套打法 这套打法的话正面推进能力非常的强 可以弥补一下自己和职业选手之间的操作差距 但是在大局观方面会打得比较难受啊 因为这个战术机动性不太行 如果对手的话要跑你的家 你会很被动啊 好我们看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选择 FQQ选择的是圣骑士配合火枪的一套打法 那雷比呢选择的是开矿的一套打法啊 开局直接买TP上来 开矿了开矿了 第一时间先把一个小野猪给干掉 来招两个骷髅找机会上 这里一个猪啊 小水神干到一头猪 来了啊 腐蚀之地一放上来呢 先把这个5G的蓝胖子给睡了 好FQQ这一边的话 用于鸡弹做的比较的慢 所以啊 选带着英雄出来会比较晚一点啊 好恐惧魔王这里看看有没有好的装备 可以抽一抽啊 我们也可以研究一下的练剧细节 上来先把5G蓝胖子给睡了 再把两个绿皮给干掉 那接下来弄谁呢 好5G蓝胖子 5G蓝胖子的话能掉一个不错的道具 看看运气如何 好打了一个加霸的攻击之爪 嗯也还行 平A起来输出还可以增加不少啊 好练完之后直接放宽盖子 那要不要尝试去进攻一下 1.36.1版本 对手的话一定出生在你的对立位置啊 不会出现在附近的一些点位 好我们看一下FKQ 开局的话直接是练一下雇佣兵 还是要速炼英雄 速炼到三 后面火枪数量起来直接可以平退了 我们看一下6G的一个小石头人 可以出一个什么好的道具 打了一个大雪再加上一个敏塞 装备还可以啊 好不死足雷币的话小骷髅去侦查一番 同时呢自己的大部队依然还在练及 我们看一下啊 雷比的恐惧王这个技能点的还是非常有意思啊 选择的是睡再加上一个吸血 这表示呢前期这个英雄主要还是练及 如果想打架的话他可能会升级一个抚风 好这里选择继续练 有吸血在小狗练进来稍微的舒服一丢丢 没有吸血的话可能会有点费劲啊 掉血有点快 好这里又掉了一个什么好的道具呢 我们仔细瞧一瞧啊 打了一个攻速手套 恐惧王升到了三级 他选择的是二级睡一级的吸血 二级睡呢主要是怕对手骚扰自己练级 你敢骚扰我 我就一睡一围啊 把你带走 好FKQ 这边又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科技情况升二本了啊 雷比这边还是没有去升吧 依然还在疯狂的开矿 又买了一个腐蚀之地 这一局雷比玩的开心啊 开局连续开两个矿 这打的奔放啊 FKQ那先把英雄整到三级再说 好三级之受 现在有三个火枪 一个环皮四个火枪 要不要尝试进攻一下 雷比选择继续开矿 很少见 打的相当的自信啊 连续开两个矿 暗夜精灵的选手都说 我都不敢这么奔放 你还是奔放的啊 好 这里打了一个蓝牌 缺啥来啥啊 好 FKQ的话 英雄一到三级 那直接进攻了 发了一个娜家 娜家这个英雄 也是偏打前级啊 好 把这个点营练 后面的话 进攻的时候 可以顺便买一些雇佣兵 增加一下自己的战斗能力 雷比练完之后 好 继续开 打的是相当的奔放啊 放根冰塔 好 问题不大 这里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圣骑士的话 民兵也是敲了一步啊 然后直接去对手家里了 雷比刚刚开始升阿板 家里的话 没有去升冰塔 FKQ直接过来进攻了 人口方面 FKQ41 雷比的话是34 雷比英雄马上到四级了啊 好 FKQ直接过来进攻 这一步FKQ非常的凶 后面还造了一个商店 把补给问题也顺便解决一下 三框 打一框 雷比打的相当自信 开局连续开两个框啊 五分钟 五分钟三个框 打你将近一个框啊 好 我们看看 FKQ这一波的话是直接进攻 打了一个时间差 哎 雷比的话 好 赶紧先把对手的商店给清理一下 孔军王现在四级 不过呢 没有去升抚风啊 目前的话 还是近战 小狗各种挠 FKQ想开始拆拆外围的建筑啊 二本基地拆了三分之一 好 塔皮子安排好了 FKQ直接用塔来rush 这边重新补一个商店 拆我一个 我补一个 FKQ的话 家里已经开始转小炮了 小炮这个单位 攻城必备装备啊 必备的一个单位 好 小农民也是过来看一下 果然对手有矿 那现在FKQ没有开关 选择的是主动进攻 来圣骑士 要不要盛光一下 把对方的农民 能带走一个就带一个 雷比从后面搞偷袭 雷比现在不着急啊 拖一下时间就行 把自己的资源优势给拖起来 后面可以疯狂的爆狗 目前的话 主矿一个地屑 疯狂的话有吗 疯狂的话 好 补了一个祭坛 你拆我一个祭坛 我再补一个 这一块FKQ有点凶 我们看一下雷比 好 雷比的话也没有选择 一直在疯狂的爆人口 哎呀 小炮想过来支援 结果被尾杀了 最厉害的工程单位 哎呀 赶不到现场 哈 有点难受 好 FKQ的话就远远迅速来拆 对手阿伯基地 还在强修 能修住吗 感觉 再不修 好像有点撑不住了 不过FKQ 想杀对手的一个农民 来 雷比的话 小狗准备好好 好 全家老小拉出来战斗了啊 这一波55人口 大战42 FKQ 哪家哪家 能不能撑得住啊 二级圣光 哪一家哪家 两根圣塔 好 圣塔的话 先消耗一下恐惧魔王的一个状态啊 这边的话 小狗由于有一个二级的一个吸血 无油打火枪真的是有点强啊 小狗的数量非常的多 FKQ的话 小奶但是时不时会被睡给打断 这一波FKQ正面好像有点拼不过 恐惧魔王又把圣戒石给睡了 小狗直接是往前冲 哎呀 火枪有点扛不住啊 这小圣板 好 再一次奶一下那家 但是又被睡了 好 那这一波的话 恐惧魔王没有蓝了 FKQ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的小狗全部清理掉 目前双方的人口40 46 雷比的话人口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领先 来 那这一波FKQ好像有点撑不住了 直接把大雪吃掉 三个火枪的状态有点差 神奇师呢 目前也没有去 没有蓝 好 小狗直接挠 打火枪这个战术居然可以正面硬撸 不得不说 操作好 确实就可以为所欲为 恐惧魔王已经4.7级了 即将到5级 这边的话还要追杀一下你残血的一个火枪 这边火枪要买一个黄匹给加加血吗 小狗一只挠 好 FKQ把雇佣兵给抢了 能挨住这个火枪吗 来 对手买了一个 哇 这个火枪没有扛住 还是被小狗给挠掉 这一波雇佣兵大战 FKQ能搞赢过啊 好像有点搞不过 另外一边 恐惧魔王升到了5级 FKQ的话 来 瞅一下对手的蓝 这一波的话 打残局 有没有机会秒对手的一个英雄 恐惧魔王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好 哎呀 对手不讲武的直接把你睡了 那家能不能追到 神奇师 哎呀 恐惧魔王他跑了 好 FKQ这一波没有杀到对手的一个英雄 不过这一波FKQ撑住了啊 能够买雇佣兵 来 把对手的单位杀的有点多 雷比这一边 我们看看啊 雷比这一边的话 补了两个屠宰场 阿本身好 直接去升三本 双地穴 双屠宰场 哇 三地穴了 三地穴爆狗 这一局的话 雷比的钱比较多啊 好 继续想把恐惧魔王给干掉 现在FKQ终于有这个小炮到达前线了啊 小泥呢 要不给他剪个素 可以 剪个素 哎呀 关键事和又被睡了 那接下来打小狗不 英雄追不到 那只能打小狗 那恐惧魔王现在的话 还是没有去升腹风啊 依然还是吸血加税 雷 直接想杀英雄了 那家要被围住 神骑士 能不能乱回来 火枪 能不能把大哥给弄醒啊 好 醒了 一有 醒了第一时间焦无敌 千万不能再睡了 这边的话 不死足 疯狂的杀大家 那家 二级圣光 又乱回来了啊 大家直接升到了三级 这一波大家 哎 跑了 但是恐惧魔王又来一发睡 完了 这一波升级石是哪不会来了 小炮 加火箱 狂呼乱炸 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的小狗 给清理完毕 目前的话升级是4.2 恐惧魔王5.3 这一级双方达到中后期啊 都是弱博战 不死足 现在的话 三本已经升好啊 马上就可以飘毁灭了 怎么办 有盒子在 这个补给问题解决 FKQ 有点搞不动了 升级石没有蓝 二英雄选的那家 不是血法师 所以呢 升级石这个回蓝 是个大的问题啊 不死足 现在的话 看看 钱的话 有500多 造兵建筑 有点多 开始爆兵了吗 好 还是爆狗 还是爆狗啊 狂狗升级一下 小狗直接往前拖 那恐惧魔王得找机会去洗个点了 洗个点 有个三级釜风 战斗起来会比较稍微舒服一点 依然还在爆狗 FKQ还在拆对手的三本基地 但是呢 这个三本基地有点肉啊 看看能不能拆掉 人口FKQ 五十四人口 对手的话 已经是七十一人口了 只能说啊 三个矿 爆兵确实就是快 FKQ 一刻也没有闲着啊 一直在进攻 好 宁死不退 这边 重新补个商店 这个商店踩了好几次啊 好 狂狗出来 冲了过来了 FKQ一看形势不对啊 对方的狗有点多 第一时间直接缴提币 那雷比 缓过来了 接下来 三兵迎爆狗啊 小狗 生好了两宫一房 接下来孔金王 可以买一本重修之手 修一修了 生个浮风 那FKQ来说 还是要进攻啊 你现在开口 好像有点来不及 趁自己 现在部队的质量 还是比较的高 是吧 升起式的补点来啊 后面整到五级 看看有没有机会 杀对手的英雄 好 雷比的话 选择 二发一个什么英雄呢 现在小狗的数量 已经起来了 二发一个听客 听客到时候 生个导弹不 就是无限晕你 晕一下你 然后孔金王 升个三级浮风 导弹加浮风 打的就是AOE记得啊 重修之书 安排好了 FKQ也要开始进攻了 嘿 这个蓝胖子 一不小心 跑到对方队伍当中 直接被干掉 好 FKQ全家老小 一波 他来了 雷比这边 要不要正面应路一下 好 雷比现在还在练自己的二英雄 来来来 孔金莫王 要不要包围一下 对方的后排 这民兵的数量有点多 好 雷比选择的是对拆 我三个矿 你一个矿 看谁拆谁 好 我们看看FKQ 62人口 雷比的话是78人口 双方斜先到达对方的家里呢 人组准备好了 这边狗的话 直接强冲爆 好 一个小炮 干掉 这里的话 听个已经升到二级 导弹一轰 民兵直接给你晕了 孔金莫王 后续跟上 好 FKQ 拆对手的三本基地 拆的还是有点快 毕竟四个小炮啊 四个小炮 另外一边 呼 这小狗 也没有闲着啊 挠起来 那叫贼快贼快 这FKQ怎么搬呢 小农民 他是跑了啊 弃家而跑 资源 FKQ现在249 不够钱 把造基地 得卖一点东西 但是这里 小狗拆建筑 确实 有点快啊 三宫一房 好 FKQ也是把对手的 三本基地给拆了 接下来 就是对拆的一个局面 不过 对手现在 三个矿啊 FKQ只有一个矿 雷比还在 FKQ旁边 造了一个大目的 就是说万一自己的三个矿 都被拆了 这边 还有可以保命的道具啊 那现在是对拆的情况 FKQ 56人口 对手的话是72人口 有四个小炮在 拆夹能力 确实还是比较的快啊 好 主矿的话 拆的干干净净 那接下来可以拆备分矿 另外一边 雷比的话 也没有闲着 哇 雷比这过分了啊 当着 FKQ的面 直接把这个矿 占为旧 纠战雀巢 你退不退 再不退 我要继续羞辱你了啊 拼格现在是2.5级 孔军木王5.5级了 FKQ 拆完主矿 拆分矿 那拆完之后 要造一个建筑 表示 这是我的领地啊 好 火墙现在升好了两宫 那分矿 应该也是可以把它移平 就看雷比啊 想不想去救了啊 雷比现在的人口 还是比较多 他选择恐惧魔王 单英雄回来救 恐惧魔王 三级斧风 可以慢慢地 给你打消耗战 这个矿拆完 但是这边 还有一个分矿 在FKQ 还不一定能知道 有一个矿啊 谁能想到 不死错 开局连续开两个矿 好 这里的建筑 马上拆完 恐惧魔王来了啊 三级斧风 喂 有四个小豹 中了三个 再来一发 马上要倒 如果FKQ这边 五级升级是三级胜光 也不是吃素的 这边拆完 接下来转移阵地 那另外一边的话 直接盼你的矿 站位极 而恐惧魔王 一发抚风 幸好前面的小农民 控对了伤害啊 火枪 暂时没有受到 很大的干扰 小炮的话 也是撑住了 好 恐惧魔王 只能中间 接一些小兵玩 也玩 FKQ 大军压进 对手的一个分矿 又拆了 那恐惧魔 继续给你来一发抚风 那BU 也有一发抚风 接下来 再一发抚风 可能要死单位了 这边部队调整一下 身上还有慢流吗 暂时没有 圣骑是单奶的话 还是重点照顾一下小炮吧 其他单位 暂时不考虑 好 恐惧魔又来了 一发抚风 想过去弄他啊 但是又不太敢 对方队伍有点多 这边的话 升到了四级二英雄 一不小心升到了四级 那接下来 FKQ好 还有一个矿 要去拆一拆 恐惧魔王 他又来了 时不时 给你来一波 来 火枪跑的有点慢 站好位置 来 好吧 一个小炮倒下 圣骑士 想追杀一下 这个五级恐惧不 不追 全口莫追 继续去拆矿 拆完一个 我再拆一个 同时FKQ拆完的话 会造一个建筑 一是自己的领地 目前资源方面的话 不死足 还有1600块钱的寸馆 FKQ只有59 双方寸馆 差距有点大 好 恐惧魔王 带着这边的小狗来了 现在是四级停格 二级导弹一轰 哇 双AOE 这火箱立马就一丝血了 再来一发AOE 这部队有点抗不住 小狗也晋升了 狂狗 这边导弹一轰 狂狗一冲 恐惧魔王 伸到六级 FKQ 兵败如山倒 直接打出机器 我们恭喜雷比 那雷比这个矿开的 还是比较的给力啊 好 喜欢变成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